我們這班的程度剛好三分天下 剛剛好 最多就是進階 應該也不意外 以前的話好像進階佔大概三分之二比較多 然後可能高階一兩個 然後入門的也是比較少 比較多大概都進階 可是我們這一班好像就是剛剛好幾乎快三分之一 三十 要多一個了 進階的大概佔 所以進階應該最多 其次的話就高階具備有一些城市開發的基礎 然後再來就入門 這兩個剛剛好 其實這樣很難上課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 基本上還是以中間大概 如果你假設進度比較快一點的話 如果你理解力比較好 那不然的話你就是自己在做一些其他的練習 問題的話可以提出來討論 如果你比較跟不上的話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或者可以再問問題 OK 那接下來的話到底seal函數有幾個 目前的話 答案應該就是 最多人選的這一個 其實呢 根據官方的說法 大概四百多個 不過這個數量會再增加 因為這個函數主要是針對 使用者的需求 所以使用者的需求有一些 你剛好需要 但是裡面沒提供的話 他會再把它增補 不過增補的話呢 只有後面新的版本才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舊版本 比如說像2010好了 大概就兩百多個 所以啦 有些新的函數只有 新的環境有 所以如果 之前有遇過耶 就ChartGPT有跟你講說有哪些函數 可是他是新的版本 才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用舊版本 他即便給你那個公式 你在你的舊版本也無法執行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啦 你可以在下方跟他講說 請幫我把那個什麼 版本改為哪一個版本 或者是你在跟他講之前 你身邊備註一下 要能夠for那個什麼 Excel的什麼版本 跟他說一下 他會比較知道說 他就不會用最新的函數 不然的話遇到那種 剛好給你 但問題你不能執行 那種尷尬 那怎麼辦 難不成說 你就為了 為了要執行 那個公式 你就買最新版本 當然也有 我發現也有同學 真的就是為了上課 他就買最新的 因為最新最沒問題 絕對可以執行 以後人家問什麼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你為了 要達到那個目的 你去更新版本 到底是好是壞啦 不過我是覺得 有人講說 反正可以用錢 可以解決都是小事 哇 那個小事就很多了 所以你的錢 可能會不會不夠用 OK 而且有些時候 大部分的企業 其實有些大公司 不見得那麼願意花錢 在這上面 所以我發現很多 很大的公司 他們的版本還是很舊的 有沒有很多 OK 他不見得一定是最新的 所以怎麼辦 你有時候如果用Charlie PC 你就跟他敘述的時候 再加一下說 請你幫我把版本 也許使用哪個版本的結果 不然的話 可能會給你最新的 那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我看最多是選這個 OK 哇 VBA的那個多工作簿自動化 那跟各位講 工作簿就是Excel檔案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好像現在 遇到很多狀況就是 你的資料分在不同的工作簿 就是Excel檔案的話 那你要匯整 哇 那這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因為如果假設你用Excel內建的函數 要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不太推薦 即便可以也不是很OK的 大部分還是需要用VBA 就是要寫程式 那這個我想看看吧 因為如果你要多工作簿之前 你可能要先考慮多工作簿 所謂的工作簿 就是Excel裡面的那個Worksheet 就工作簿一個一個 對 當然呢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啦 就是比如說你可以多工作簿 把它拆成很多工作簿 或者多個工作簿把它結合成 有沒有 很多個工作簿 那個可以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我也覺得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好像差不多也是16個 就是 ChargeP輔助Excel 那就剛剛我們做的啦 所以我們後面有蠻多的範例 就是在使用ChargeP 幫我們產生Excel的公式結果 那你就不用特別知道說 你應該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做到什麼結果 你只需要專注就是怎麼描述啦 所以我覺得有只要有ChargeP 應該就可以解決 然後再來其次的話 這樣就這個 多工作簿 這個就我剛剛講的 會整的部分 然後再來這個制定函數 這個也是還蠻必要的 那所謂的制定函數就是剛剛有提到 新的版本有一直增加函數 可是問題 再增加再多函數還是不符合你的需求 因為你的工作 可能你需要的那樣的工作 其實你似乎找不到符合的 也就是你有必要就是可能要客製化 那所謂的客製化就是說 你自己要能夠最好是可以量身打造 for這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呢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這一個 綜合練習嗎 那我們剛剛不是寫了一串公式的 那比如說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 乾脆幫我量身定做 我那個函數 最好就是說呢 我會給他三個東西 他就直接幫我變成這樣 那這樣不是很棒嗎 可是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啦 你請微軟公司幫你寫 當然不可能啦 OK 可是呢 你可以自己寫 那你自己寫那個東西呢 就叫做VBA OK 所以VBA跟各位講 基本上最常使用的兩個型態 第一個就是制定函數 OK 所以待會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公式 簡化成一個制定函數 那個制定函數呢 就是我位給他三個東西 有沒有 這三個 一個兩個三個 自動呢 就變成像這樣的結果 那我只需要向下填滿 就可以完成 怎麼做 那VPA的第二種形式 更簡單 就是怎麼樣 你看 因為剛剛不是他 制定函數還要位給他三個 對不對 那如果 你說這還是很麻煩耶 可不可以幫我直接在這邊 加個按鈕 有沒有 那我按下去 自動就全部填滿 那最好多一個按鈕 就清除 如果再一個清除 按下去 自動清空 那哪一個快 好像這個比較快的 跟各位講 VPA兩種型態 大概就是這兩種 用的最多 那哪一種用的比較多呢 對 好像這個用的比較多 因為之前 我們上課其實兩個都交 但是最後 好像同學比較 喜歡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樣的東西 真的就很 很快 而且什麼事都不用管 也就是如果你的工作裡面 有很多按鈕 你就每天按 按按按按 自己就解決了 哇 這樣大概多好 OK 有沒有可能 真的有啊 因為之前有學過VPA同學 他每天工作 本來是土法煉鋼 慢慢變成 每天就是在增加按鈕 所以他每天每天 他發現他的時間 越來越多了 因為為什麼 一下子事情就解決了 OK 一個早上本來 忙很忙啊 但現在突然間變很清閒 OK 但是又不能老闆 老闆知道說 他也很清閒 他要裝忙 OK 老闆來 OK 不然老闆就一直給他很多事 但是他覺得他很好 他就把那個時間拿來 每天就練功 所以他後來練得太厲害了 OK 就開始想說要跳槽 還是要跟老闆 請老闆加薪 不然他就想要離開之類的 OK 不過後來好像 我聽有個同學講說 他外商工 在美商公司 老闆知道他會這個東西 於是把他調個部門 而且讓他加薪 他說加多少 他說Double 哇 我覺得這麼好 他說美商公司 好像比較 比較會給吧 願意給 因為老闆算一下 划算 因為你的工作的效率 基本上一個人 可能可以抵得上好幾個 那我只付兩個錢給你 那我賺到了 OK 可是有一些公司 不這樣想 但是 好像有日商公司 就不是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 我只是聽到同學講的 好像就 比較扣 好像加個幾千塊吧 OK 加很少 他就想說 於是他要找別的工作 OK 好 所以待會呢 如果我假設要做到這件事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也蠻簡單的 其實呢 如果呢 我想要做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有寫了一個ChargePT 我們等一下就跟他描述一下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 我看一下 有沒有使用ChargePT的經驗 好像 最多的是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今天的話 記得 如果你選這個 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多試幾次 OK 反正熟一下就好了 應該也不會很困難吧 我覺得這還蠻好玩的 有沒有 而且你有太多的地方可以用他 只要你們公司 其實目前沒有檔的話 我是覺得你上班就可以 欸 有什麼問題就問一下 問一下 你會發現應該也回不去的 是太好用了吧 OK 感覺好像有個專家在旁邊幫你很多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 ChargePT其實不是只有這個厲害 這個已經算是非常厲害了 其他地方我覺得也蠻厲害的 有些專業知識 比如說醫學相關的 我發現蠻厲害的 比如說你對於什麼都不知道 醫學相關名稱不知道 你先問一下 我發現他講得好詳細喔 OK 比如說什麼 什麼什麼 反正相關的啦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問問看 然後其次的話是有 但很少使用 好像有 有好像 經常使用的大概占百分之13.8 OK 然後還有沒有的 完全沒使用過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在花時間 那有沒有利用AI 深層這個 Excel公式或VBA的經驗 我看一下 最多的是 沒有 有的話 我看最 這個有很少 有耶 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三分之一的人同學算是 還蠻認真的 OK 比較能夠跟得上 然後沒有的話 好像占比較多 這個有 常使用的有兩個 OK 所以已經有兩個同學常常在使用 OK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主要是因為工作專業技能的需求 OK 然後這個是最多 其次好像單純有興趣的 那怎麼會知道 其實廣告連結 其次是推薦的 OK 然後我們來上這課很多都推薦了 還有兩個是看過我的那個部落格 還有我的網站 因為我的部落格跟網站 其實也放了蠻久的啦 所以我剛剛講過 我剛剛試了一下 如果Google不登錄的狀況 搜尋這個關鍵字的話 我老是教學 第一個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的話大概四萬多個訂閱吧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三個就是我的粉絲專業 臉書的粉絲專業 那第四個的話呢 這個也是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YouTube頻道很多個 這個訂閱比較少 這個訂閱大概一萬多 然後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 全面四個都我的 那第五個的話 這個跟我沒有關係 那第六個是懶人包啦 OK 好啦反正其他大概是這樣的 OK 所以要找到我的東西 其實應該也不算困難啦 那我在YouTube上面放了一大堆影片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些 以前的上課的內容 其實在YouTube上也都找得到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留意沒有的話 我會把今天上課的錄影寄給你 然後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延續剛剛講的 如果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能夠自訂一個 自動產生一個VBA 特別重要 自訂函數叫Function 所以你可能要記 那按鈕的話叫Sub 這兩者不一樣喔 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希望請他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改成 就是VBA的自訂函數的話 那很簡單 其實我跟各位講 因為剛剛這個問題 已經問過對不對 那他會幫你記起來 所以你只要接著下面繼續問 你就怎麼問呢 就是請幫我改為好了 改為VBA的有沒有 那個叫Function Function這個可能要 最好是記一下 Function就是 Function其實就函數啦 VBA 那自訂函數就是Function 那加個程式好了 這樣他會 好 其實喔 寫這樣就ok了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問過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改變的話 你這個敘述不用重新問 除非說你另外再起一個問題 後面 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 只有開頭不一樣 其實後面都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假設你又重新起一個問題 在另外一個新的對話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串 複製到這個後面 貼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我們問題是連貫的 所以其實這邊是不用加 ok好 那以前他自己寫很麻煩 我是覺得有效率真的太快了 執行一下 因為我登錄應該他會比較聰明 那你怎麼知道說 他寫的對還是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大概幾個判斷的方法 我個人是會先看一下 他的回應 是不是真的就是你要的東西 你看一下 以下是 什麼 將你的需求轉換為VBA 對 制定函數 或者你也可以打制定函數 他是刮弧方式 那你怎麼知道 怎麼敘述他會比較看得懂 其實你看他回應就知道了 因為這個回應就是他最喜歡的 那個敘述方式 ok 然後呢 他的這個需求是可以將什麼 數字格式化為你需要的 這個0911 對 084 對看起來好像應該 就是符合我的這個格式需求 那底下就會寫一個這個方選 對不對 那這個方選 你說老師 那我現在已經寫出來 不是我寫 他幫我寫出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用呢 你會發現喔 Tracy還真貼心啊 使用方法有沒有看到 你不會沒有關係 請你仔細看一下 他說第一步 打開VBA編輯器 如果你不知道那編輯器在哪邊的話 你記這個快速鍵 有沒有 LT加FC應該找得到 那第二個就是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再來的話把程式貼上 這樣就ok了 试一下好了 怎麼做 一 我們就直接在Visual Basic上面 當然現在沒有那個Visual Basic 預設是不會打開 那我們用LT加上F11 有沒有發現 他跳這個東西出來了 那我比較習慣的方式是 把它縮小一點點 讓他浮動在Excel上面 這樣我比較看得到他 OK 有沒有 LT加F11 他就跳出來 那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縮小 像這樣遮住了 我就覺得沒有安全感 因為我看不到Visual 感覺好像Visual 在哪裡不見 所以你如果把它縮小 縮小 這個把它縮小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怎麼樣插入模組 記得喔 這邊有沒有插入模組 有插入模組 有沒有 你就直接 或者我的習慣是這邊按右鍵插入也可以 這邊也有模組 這邊也有 不然就找這邊插入模組 OK 那他會在這邊不是增加一個模組 然後你就把這個地方 就是你貼程式的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裡面這個 你再點兩下這個 他一樣可以打開 那這個就是一個編輯的地方 那你就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 直接怎麼樣 貼上去就好了 你可以複製 這邊比較快 複製程式嘛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你的程式就寫完了 那接下來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去run它 跟各位講一下 你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這個function的結構 一定是function開頭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function的名稱 名稱叫什麼 叫format phone number 尾巴的話就是叫end function 記得喔 它的結構一定要完整 你不能說少這個 或少哪個都不行 好 所以已經把制定函數寫出來 那你說老師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做 接下來呢 你先把這個公式 乾脆把這個公式 因為我可能要把它刪掉 我怕刪掉 我會沒有辦法知道說這個公式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綜合練習 再多複製一個工作表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拖拉有沒有 再加ctrl鍵 你按住不要放喔 向右邊拖拉 然後多一個ctrl鍵就複製 然後再把左鍵放開 有沒有發現到 綜合練習2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把這邊給選起來 游標點住1 4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就選到底啦 ok這樣比較快 那你也可以用滑鼠慢慢選啦 可是會過頭喔 那這比較慢 delete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使用它 特別注意喔 你的使用方式 跟之前一模一樣 一樣從插入函數裡面 但是它的類別喔 特別注意喔 會多一個類別 有沒有看到 對用猜應該可以猜出來 使用者定義對不對 然後那個名稱是不是叫做 Format Format 還記得吧 我剛剛有的講 那個方權後面那個名稱 就是這一個 你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跳出一個蘿蔔的坑 F4 G4 H4 那你看一下結果 應該沒錯 按確定 向下填滿 解決問題 OK 好 那你做了什麼 其實你什麼事都沒做 有沒有 你只有 所以我剛剛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請什麼 把剛剛這個問題有沒有 然後的下方喔 就是在多 改 請幫我改為 VBA的 Function程式 OK 你說老師呢 可是我不喜歡用Function 你剛剛不是講說 還有一個Sub嗎 那怎麼辦 請幫我改為 VBA的 Sub程式 那不就好了 就寫完了 OK 我們一下進度比較太多了 我們先到這裡 OK 它就會出現這個 你先 所以你要慢慢熟悉一下 跟它的那個默契 有沒有 所以它先看一下 它有沒有符合你的藥 然後有沒有這些 有的話你就把這一段複製貼過去 記得喔 貼在模組喔 記得插入模組就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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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